好 中秋連假第二天 人潮在哪裡 在玩水了 天氣很熱 所以在中部有著水上設施的遊樂園 成為大家去玩的首選的地點 在園區的入口跟各個設施 都可以看到排隊的人籠 所以業者說這來客數 比平常假日多了五成 但是為了防疫 還是要求遊客全程戴上口罩 即使你在玩水 即使你在水中 你口罩還是得要乖乖戴好 小朋友大朋友 穿著泳衣戴著口罩 開心玩水 中秋連假第二天天氣很好 不少遊客都來到漁寧 有水上設施的建湖山遊樂園 好好的放鬆 笑數一下 真的太多人了 不管是什麼設施 都幾乎要排隊 台中立保樂園 主打有水路雙區 甚至從入口處開始 就排起常常人籠 南投九族文化村不只有水上設施 還有能夠看到高空風景的纜車 同樣吸引了大批遊客 業者估計連假第二天 已經比平時的假日 多了五成的遊客 為了避免造成防疫破口 會要求遊客全程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 遵守中央的防疫措施 還是新聞中部綜合報導